中超第16轮 登巴巴和张力发生纠纷,是登巴巴此前对谈天成恶意犯规。张力向裁判施压所导致,神花方面的说法是,登巴巴之所以在比赛第17分中暴怒,是因为受到了张力的种族歧视言论攻击,包括神花主帅吴金贵,以及神花多名球员,都在赛后表示,让登巴巴无法容忍的就是种族歧视。 但是,张力反反复复,对登巴巴念叨U Black,U Black,这才彻底激怒登巴巴,即便是赛后,登巴巴也无法忍受,经过队友和教练的劝解,才完成握手仪式。 而且,根据上海媒体的透露,神花方面将就此事向中国足协申诉,参考上赛季伊尔玛斯和李昂之间的冲突,张力的说法似乎不可避免。 不过,亚太方面的说法则是,登巴巴暴怒之前,对他天成有个非常恶意的办归动作,那是一个匪人的动作。 张力为队友出头向裁判施压,要求向登巴巴出示黄牌,而张力和裁判的沟通过程中,登巴巴认为张力针对他。 双方发生了言语冲突,但亚太方面认为,张力不存在种族歧视的行为,俱乐部内部也不会对他进行任何处理。